國豪飯漿的白昌魚下鍋油炸 時間一到起鍋放進米粉湯裡 這是不少人年節必吃海味 不過越接近過年價格飆漲 民眾一把抓把冷凍白昌魚 裝進手提攬 就算漲價但資源短缺 還是讓民眾搶翻 台灣海域六百到七百克白昌 一支要價八百五十元 遠洋的就更貴了 八百到九百克一支要價一千五百元 比往年貴兩百到三百塊錢 要過年了民眾趕快來大掃貨 但今年的白昌魚尺寸小 稍微大一點價格就很貴 很多民眾想買卻不敢下手 但其實不只白昌魚價格調漲 其他魚類漲幅也不小 白昌魚 白蝦 鮮魚 在魚還有捲得很美的白帶魚卷 擺滿一整桌 蘇澳魚會這一套新年禮 何必往年貴了兩百元 煎到金黃酥脆翻面繼續煎 五載魚因為運動量大 肉質細膩又容易烹調 煙烤清蒸都好吃 儘管中國禁止台灣多樣水產 但因為今年產量減少 加上年節需求量增 白昌 五載魚和白帶魚價格漲 想吃到就得多掏點錢 三線新聞 林祝華 黃國瑞 張艷明 基隆 宜蘭採訪報導